如丰收梦幻 八卦天天看 超级寿绝在四个正式服放出 七大服战队联合声明 放话进入服战八强后期 梦幻西欧全新资料片 天命之路 在四个正式服上线 这也意味着这部资料片的内容已经板上钉钉 基本上不会再做其他修改 这一次新资料片中的 超级寿绝和超级寿绝打输 涉及到了部分顶尖玩家的例 在维护公告放出之前 曲复孔庙 紫禁城 珍宝阁 衣水雪山 西炸老街 生日快乐和骑云楼七个服战队 集体发表声明 放话在本周的210连服战当中 进入到服战八强之后将会集体棄赛 这七支服战队中 曲复 紫禁城 珍宝阁 雪山 西炸和生日快乐都是当今五神坛的八大豪门之一 另外两支豪门战队 本月带三千万战神的夫子庙 和一千一百万战神的余岛 并没有发布这个声明 本周末的服战淘汰赛究竟会怎么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七个服战队的声明 最终对于维护公告 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在官方对于超级寿绝的介绍当中 明确提到了在赐服召唤兽时 有可能获得超级魔兽药卷 而超级寿绝的打输 也和普通寿绝一模一样 打上去以后随机掉技能 在官方的示意图当中 就出现了一支同时拥有高必杀和超级必杀的童子 如今的梦幻宝宝当中 技能最多的是紫禁城F哥手中的23技能类药 根据超级寿绝的打输规则 8-11技能的能打一本超寿绝 12-15技能的能打两本 16-19技能的能打三本 20技能以上的能打四本 技能数不包括认证技能 对于大部分普通玩家来说 超级寿绝的获得门槛太高 价格肯定也不会低 赐服玩法才是主流方式 宝宝在接受赐服之后 能获得四个可进化技能 放出的43个超级技能当中 部分技能又进行了略微调整 比如超级法暴增加了在暴击时 有10%几率造成3-4倍的暴击伤害 超级寿绝的投放量到底多不多 最终的价格能否超越特殊寿绝 卢峰将会为你持续关注